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填坑的館長 上一期我們聊盛大文學 公洞聊到的IP 不得不承認 在如今的影視行業 網絡文學已經成了IP 最重要的供給源頭之一 看看最近正午陽光的新劇《開端》 或是陷入口碑爭議的《雪中漢刀行》 高開低走的《風起落陽》 都逃不過IP相關話題 某種程度上 網絡小說IP改編 已經成了國產劇的同情症 國產電影也差不多 前段時間上映的《古董局中局》 也是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 像《唐人街探案》 《哪吒》 《朱妖記》 這些電影都已經形成了IP 做成了系列 更騷的是 在國產電影這裡 萬無皆可成IP 什麼《炙子花開》 什麼《睡在我上闊的兄弟》 什麼《李磊與韓美美》 只要是大家認知度高一點的 哪怕是一首歌 一個梗都可以變成影視IP 反正啥都能往IP上靠北 你聽過的歌 看過的綜藝 追過的星 都能被定義為IP 然後就是一頓操作猛獨虎 說啊說啊就給你整出一部電影 在這一點上 隔壁好萊塢也沒好到哪兒去 有多少同學去看了最新的《黑客帝國》 舉陣重啟 喊了18年的《黑客帝國》三部曲 結果冒出來一個老四 我只想說 趕快抱走基努里威斯 不僅如此 從漫威宇宙到速度與激情 從哈利波特魔法宇宙到怪獸宇宙 這幾年的好萊塢電影 不是續集續集續集 就是衍生衍生衍生 要麼是時隔多年的重啟 要麼是各種前傳外傳solo電影 我不禁要感嘆 好萊塢沒有夢想 今天這一期視頻 我們就來聊聊IP盛行 是怎麼毀了影視行業的 IP這個詞 原意是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識產權 當然現在早就變味了 絕處一點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條 涵蓋了遊戲 文學 影視周邊產品 實景 娛樂等等等等 所有能開發出商業價值的產業鏈 說直接點 那就是一魚多吃 不放過你身上每一塊肉 說起來 IP也是互聯網造詞的典範 最早把這個概念帶火的 是一個清華理工男 叫做陳武 這個人和我之前在 《成本視頻之爭》 那期視頻裡提到的孫中懷起名 合稱 《騰訊大文魚帝國雙幣》 他從2009年加入騰訊之後 從市場公關 到遊戲 動漫 影視 文學 總之就是大文魚產業相關的各個領域 他都帶頭幹部 2012年 在他還是騰訊遊戲副總裁的時候 首次提出了《泛娛樂戰略》 指的是以IP授權為軸心 以遊戲運營為基礎進行的 跨領域 跨平台的全新商業模式 提出這戰略的背景 是移動互聯網的到來 遊戲行業隨之 全面進入手遊時代 各家遊戲廠商爭奪的重點 就是各種IP授權 所以你去看那段時間的 遊戲行業新聞 都是各類侵權糾紛 也就是說 IP概念最早流行 其實是在遊戲行業 後來在影視行業傳播 也是因為影遊聯動 就是把大熱影視劇 授權給遊戲開發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就是2014年 騰訊 阿里 百度等互聯網資本 相繼進入影視行業 那個時候 正是中國電影票房的 飛速上漲期 互聯網資本 當然不會錯過這個風口 來勢汹 也嚇得傳統影視公司代表 伯納老總 余東 在上影節喊出了 電影公司未來都將給DAT打工 而隨著互聯網資本的進入 再加上其他各行各業的 熱錢湧入 影視行業一片欣欣向容 所有人都想去做內容開發 一個更廣泛概念的IP 正是從這一年開始 有了報價性的傳播 為什麼要去創造出 一個全新語役的IP 這讓我想到 古代兩軍交戰前 要講究一個出師有名 這些資本大佬們 總不能大張旗鼓地說 來來來 你們都給我準備好了 我要來圈錢了 於是乎 就得創造出一個 冠冕堂皇的概念 以求出師有名 既是給自己一個賺錢的名目 也是給消費者一個花錢的理由 就像現在又出現了新詞 《元宇宙一個島》 有一個大IP 意味著 你可以得到一批 原本就在那裏的粉絲 意味著受眾認知門檻的降低 意味著圈錢變得簡單 回報率變得可以預期 項目的確定性變得更高 而確定性 對新入場的互聯網資本而言 極具誘惑力 這些人不一定懂電影 但滿口聊的都是ROI之類的名詞 那麼IP從哪來呢 第一個被盯上的 自然就是有著我們 深厚文化底蘊的古典文學 大家能猜到嗎 國內真的能稱得上 頂流的IP人物 他不是你的哥哥 而是吳承恩老先生 他就像是漫威的電機人斯坦里 一部《西遊記》 就養活了大半個影視圈 根據貓野專業版的數據統計 由《西遊記》 及其書中人物 衍生而來的影視作品 多達133部 票房達到59.24億 這吳承恩老爺子 要是知道自己為後世 不過欣慰還是遺憾 古典文學世界觀龐大 人物關係盤根錯節 各有主旨和內涵 隨便找一個配角 都足夠形成一個獨立IP 拍出幾部大電影 但古典文學有一個問題 他的認知在大眾市場 卻沒有死忠粉絲 缺一個穩固的提款機群體 反正電影是要賺錢的 如果可以 誰不想要以最快速 最便捷的方式達到目的 掙錢嗎 不含人 於是相對而言 符合當下觀眾閱讀習慣 而且有一批穩固讀者的網絡文學 就成了IP最大的供給來源 其實網絡小說改變的影視劇 大概從2004年就逐漸有本 但那一會兒 沒人說這是IP 也沒有多少人重視 小說的版權價格都很好談 比如2011年的電視劇《甄嬛傳》 改編自《流量子》的小說《後宮甄嬛傳》 鄭小龍曾在採訪中提起 買這個很便宜 也沒人跟我們爭 也沒有人跟我們搶 雖然沒有透露具體數額 但可以對比另一個著名IP 鬼吹燈 在2006年 天下霸創 僅僅以10萬元的價格 就把鬼吹燈的前四側版權賣給了起點 這些都是發生在IP概念誕生之前 現在再去看 價格早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粵文集團副總裁羅利曾探言 鬼吹燈再賣的話 沒有5000萬別來跟我談 而自媒體新劇觀察 在2019年統計了70部影視IP版權的 採購價格 像天官次服這樣被定義為 頭部IP的版權 也賣到了1000萬家 講真 看這些IP 我基本是兩眼一摸黑 大多數聽都沒聽過 但看這一串串閃亮亮的數字 我都替當年的天下霸創不止 不過網絡小說多是多 真正有被改變價值且能夠成功的 按比例來說少之又少 以粵文為例 根據其財報數據顯示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旗下擁有940萬個作家 作品總數達1450萬部 這是什麼概念 我覺得吧 在這1450萬部作品里 有價值的可能都不到1% 就算是在這1%里面 再去找優質IP 難度係數也堪比大海勞軍 所以這5678年來 你只要打開各大視頻網站 一看是部IP局 再一看還是一部IP局 想看個電影吧 好像也沒好到哪兒去 其中的大多數 還都是沒眼看的那種 除此之外 只要是火過一陣的 比如歌曲 比如綜藝 都能被叫做IP 然後開發成電影 像《風塵榜》 《白蛇傳》 以及《金東武俠》之類 我們所熟悉的種種 就更不用說了 畢竟聰明的商人也知道 改編現成就有且知名的IP 比招一群人來 專門去從網絡文學的大海中 撈IP 效率更高 對此 他們還想出了一個新法子 這就要說到前幾天 我跟一個編劇朋友吃飯 他跟我說 現在影視圈裏最新的玩法 是先給人錢代幣寫書 然後再去做推估 也就是說 先不管是不是IP 你先寫 寫了我就能給你包裝成一個IP 然後再去談影視改編 談遊戲等其他領域的開發 由此形成了一條新的產業鏈 我想 這不是每IP了深造IP 自己騙自己嗎 好傢伙 玩還是你們貴圈會玩 不是我說 退一萬萬步來講 真夠格成為IP的 那也起碼得需要 承載一代人的共同回憶 你連十年時間的基典都沒有 還好意思說自己是個超級大IP 只可惜 在言必談IP的當下 國內似乎已經形成了 沒有IP就無法創作的風氣 說回來 影視圈熱炒IP 還是因為大家看到了一個 牛逼閃閃的成功例子 迪士尼 這麼說吧 國內所有做內容的影視 文化傳媒類公司 比如華儀 光線 曾經的樂視影業 華策影視 以及B站 都想成為迪士尼 不信你去翻翻他們的通稿 你要是問迪士尼 他們大概率自己也不理解IP這個字 但它旗下最賺錢的星球大戰 以及我們最熟悉的漫威宇宙 用國內的標準來看 那就是IP中的戰鬥屁 從迪士尼的發展來看 它能夠在新千年之後 佔到好萊塢的霸主之位 正是從漫威電影的成功開始 從2008年第一部《鋼鐵俠》 到最新的《蜘蛛俠 英雄無貴》 漫威電影宇宙一共27部電影 為迪士尼帶來了 超200億美元的總票房 而根據數據統計公司 Statista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漫威宇宙IP的總價值 達到了353億美元 不談其它 單論迪士尼漫威電影的成功 就足以讓國內的影視從業者 兩眼放光 憧憬著源源不斷的前景 於是乎 大家都卯足了幹勁 磨刀霍霍向IP 自以為抓住了IP 就抓住了迪士尼成功的秘訣 但我在這裡不得不潑一盆冷水 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一個事實 先有降薪 才有爆款 先有爆款 才有IP 這才是正確的邏輯 拿漫威影業來說 在拍《鋼鐵俠》之前 他們的處境已經十分艱難 所以《鋼鐵俠》是否成功很關鍵 在拍攝之前 他們大概花了一年時間 去決定到底拍哪個人物 因為在原本的漫畫中 《鋼鐵俠》只是個二流英雄 後來經過篩選 經過金星設計 經過仔細打磨劇本 以及找到同樣落魄的唐逆出演 所有人一定是抱著要拍好 這部電影的心態去創作 這才火了《鋼鐵俠》 才有了後來漫威影業被迪士尼收拱 有了漫威電影《宇宙》的誕生 而迪士尼能有今天的成功 說白了 那也是因為它歷史悠久 有著足夠紮實的作品基點 從1937年第一部完整程度的動畫電影 《白雪公主》 《與七個小矮人》誕生 到後來的《小飛俠》 《睡美人》等電影 每一部作品都是以質量 為最基本的出發點 去用心創作 這裡的創作邏輯一定是 先有作品 後有IP 如今迪士尼能有所謂的 《迪士尼公主》系列 《漫威宇》 《星球大戰》系列 都是因為有了一部 甚至多部爆款的作品 再將其開發出衍生作品 打造成宇宙了 這個叫順勢而為 而現在 大家都想要成功 想要模仿迪士尼 但創作邏輯明顯反了 比如在內容創作上 大家想的是 我寫的東西能不能成為一個好IP 能不能在各方面 有被可持續開發的價值 很多編劇的出發點 不再是寫一個好劇本 一個好故事 而是想著 我這個故事得為IP服務 得時刻提醒自己 故事之外 還得有個宇宙 我得先把彩蛋給擺好了 哪怕一個主角 按正常劇情邏輯 結局該死 為了有第二步 那它也還得再活一活 為了成為IP 放棄了大量的創作空間 這 怎麼還能出來好作品 而在各視頻網站內部 以IP為導向 則形成了一套新的評價體系 所有的劇被分為 S加 S級 A級 B級 或者其他369等的評判體系 再根據等級 去分配不同級別的資源 那肯定就是 評級越高 能獲得更多的資金投入 更優質的工作團隊 更全方位的宣發資源 一個個都煞有其事 卻總是弄巧成拙 不然也就不會出現 那麼多的S加級的爛劇 也不會總有B級的黑馬劇出現 還是那句話 IP不是你想造 想造就能造 IP是好東西嗎 對大公司來說 真的是好武器 尤其是比照著漫威電影 大家好像發現 有了IP 電影的創作和變現 就變得相對容易了 如果你是漫威迷 那一定熟悉製片人凱文廢妻 但要你說出 這其中每一部電影的導演是誰 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做的 因為在製片人中心製的模式下 創作電影 更像是操作一件產品 由此形成了一套 工業流水的製作流程 而這一套流程所創造的產品 符合標準 且能反覆收割利益 而電影一旦被冠以IP之名 就意味著被抬高了票房上限 很可能原本它只是一部 及格水準的商業片 卻仍然可以獲得高票房 同時IP一定是具有延展性的 它有很多可以變現的方式 不只是電影 還有劇 動脈 遊戲 衍生品 現場演出 有著大量可以被挖掘 商業價值的空間 而且所謂IP一定是持久迷新的 你可以反覆去炒 去挖掘它的價值 可以拍前傳 可以拍外傳 可以再來個重啟 比如再過10年以後 迪士尼如果去請已經老了的唐尼 去玩某個回憶中的鋼鐵匣畫面 那一定還會引起轟動 但正是迪士尼太過成功 整個行業都被帶入了緝途 畢竟人人都想賺錢 都想成功 這並沒有錯 錯就錯在 人人都想做迪士尼 但世界上只有一家迪士尼 這點在好萊塢也一樣 大家看到漫威宇宙給搞成功了 都學著了 所以一股腦都去拍續集了 都去搞自己的電影宇宙了 環球有小黃人宇宙 有速度與激情宇宙 華納有DC電影宇宙 有魔法宇宙 沒有宇宙的 那就翻箱倒櫃 把成功了十幾二十年的那些故事 都拿出來煞一煞 美其名月重啟 本來《營疫殺手》 已經成為影史經典了 多年後莫名其妙拍個續集 就很突兀 本來《侏羅紀公園》就很完整了 非得多年後再續個雕 這都還算是相對成功的IP去做 你看看隔壁的《獨立日2》 但是一個血淋淋的現實是 開發IP打造宇宙 太他們要費錢了 就說華納了 原本想靠綠燈霞開啟DC電影宇宙 就造成了1億美元的虧損 正義聯盟也沒好到哪去 耗資3億美元 竟虧損6000萬美元 這還沒算上1-1.5億美元的 全球營銷費 而DC電影宇宙 在商業上失敗的原因之一 就在於華納高層有著一個 要做大宇宙的野心 卻忽視了最重要的內容核心 不過一個戲學的現實是 迪士尼來錢太快了 自己好像也把自己給玩具吃了 如今的《超級英雄》片 越來越不像電影 更像是一部部大型cosplay show 其他系列電影 也照著《超級英雄》的敘事方式來 風格和特色都不搖了 就剩情懷和老葛 反正粉絲喜歡 那我們就給他們餵這些唄 雖然聲稱手握8000個角色儲備 但要想再捧鴻魚群鋼鐵俠 照這個路子我看難了 最後再聊回國內 如今有些人會說 最近這一兩年其實好多了 你看很多大IP 很多流量演的電影 電視劇都不該了 這套IP的法則已經失靈了 我笑了 年輕人還是太年輕 說白了 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些熱錢退場 行業火熱的時候 自然會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和錢湧物 外行的內行的都有 這放在哪一行都差不多 等到稍微懂行了 行業冷卻了 資本就會發現 自己被當成了冤大頭 被割了韭菜 打個比方 去年基金很火了 你問問身邊 懂的不懂的 是不是人人都在玩 哪怕有的只是放了百十來塊 湊個熱的 那今年呢 影視行業也是一樣 風口起勢了 人人都覺得自己很牛逼 我能當導演 我能幹編劇 大家一起很happy 等到市場不好了 才發現自己是羅勇的那個人 但等到資本的周期 再一次眷顧這個行業 同樣的IP熱 流量熱 又會再次重演 資本是沒有記性 外行是永遠要被割韭菜的 說到底 IP只是一種商業邏輯 成功者編造了一個美夢 讓所有人都以為 圍牆里的世界很炫爛 殊不知這圍牆之外 到處燃燒著IP的飛機 消費 商業 貢獻 竟在這些實驗室 感謝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館長 我們下期 再見